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一樣 我們現在打一下牡丹的夢魘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林黛玉來解一個一次三成就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其中血量要超過10萬 然後再來是腐化龍科 我覺得蠻重要 因為這一關有很多地方需要手轉 所以腐化延長8秒 是蠻舒服的 可以的話盡量把它帶上 好 那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我們可以開潘金蓮的技衣 然後開到G24固板停下來 好 那停下來之後我們就開林黛玉 好 然後我們抓林黛玉偷回合 好 然後這邊就是要偷到哈帕斯跳起來 所以原則上是四個回合 如果龍科都是跟我帶相同的話 好 那當然你說你手轉比較厲害 哈帕斯你想要讓他早點跳 你想要帶個進場-2的行不行 也是可以 好 這邊要再一次 第一關就是洗蠻久的 好 那接著哈帕斯跳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哈帕斯 然後我們開拿破崙的技術 然後我們再開潘金蓮的技術 就是你剛洗到固板的那個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抓拿破崙 好 那這一隊不外乎就是靠拿破崙輸出 要不然就是靠地偷輸出 就這兩個齁 反正就是哈帕斯旁邊兩個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的話呢 我們就開奇諾的技術 好 然後我們再開一個拿破崙的技術 然後我們就直接抓拿破崙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三 好 第三我們可以開拿破崙的技術 好 然後我們開潘金蓮的技術 這邊先說等一下記得轉完要去開龍科喔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抓靈待遇轉數字23喔 福祉至少要吃到五個 這樣才有亢奮 不然拿破崙會沒辦法輸出 好 那數字23呢 轉完之後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好 那龍科當然就是全力催高分喔 因為這邊的話就是需要做一個傷害的補齊 好 那靈待遇那個數字23的轉法 其實就跟平常五條老師的轉法一樣 其中一個直行的中間那一顆 往右往上 就會是數字23 只是說這個是適用於六直行啦 像我們第四跟第五直行 那個黏在一起 這邊就只有五個直行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要用 第四跟第五直行的中間往右往上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把其他珠子會不會黏在一起喔 好 接著二血 二血我們就抓靈待遇偷回合 然後等拿破崙兩招都跳 好 跳了之後我們就開靈待遇 然後我們開拿破崙的忌二加忌一 好 然後我們再開奇諾的忌一加忌二 好 然後我們就抓拿破崙 然後去把火珠切開喔 好 這邊沒有再額外多的天降喔 所以如果傷害夠的話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OK 來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第一回 我們先轉對9C 好 這邊帶腐化龍科也是有他的作用 就延長8秒齁 那你轉珠會比較 遊刃有餘一些 好 那這一回 因為奇諾效果還在 所以有無視瘴氣齁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偷回合 再等奇諾跳回來一次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抓角色珠先偷一回齁 例如版面是光 我們就抓光的角色珠 不用管紅綠燈沒關係 好 那第三回就直接滿版送他就可以了 不用抓角色珠齁 好 第四回我們就可以開奇諾技衣 然後再轉對9C一次 好 這邊總共轉對2次 他就會自己自殘死去了 好 那這邊也直接帶過去來 接著就來到第五囉 好 第五的話我們就開拿破崙技2加技1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抓拿破崙轉一組光十字 其餘的珠子切開就可以了 好 那切的時候要注意喔 光珠不要不小心黏到外面 不然十字不是十字那就會 比較可惜一些 好 對面是六組屬性 不過全版都一消啦 所以要六組屬性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齁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我們要開地歐的技2技1 然後再技2 阿最後一個技1開下去的時候 就開始排珠齁 所以要稍微注意 好 這邊做好心理準備 技1開下去 好 然後我們就要把刀子放到對的顏色裡面去齁 好 應該可以看出他有一個淡淡的顏色 比較不好辨別啦 所以這邊專注力要拉高一點 好 那之後我們就是抓地歐的角色珠 這邊也都還可以轉珠 所以如果你沒有放對位置的話 還可以去做彌補的動作 好 那這邊就是靠著地歐垂過去齁 好 接著第七 好 第七我們開拿破崙的技2 然後接著開潘金蓮技2 好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林黛玉 好 然後我們就抓拿破崙切高C 好 其實講是講切高C啦 就是把第五跟第六直行對掉而已齁 這樣傷害就夠了 OK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二血呢 這邊我們先抓拿破崙拖一回 那第二回又是要用到地歐齁 所以再做一次心理準備 好 那第二回的話呢 就是直接開地歐的技2 好 那技1開下去一樣就開始排珠了 所以專注力要拉高一點 好 那這邊符子要全吃齁 所以如果你的符子有定在水珠上面 等一下記得去把它移開齁 好 那時間到之後呢 我們開個奇諾的技2 好 那等一下就是一樣齁 抓地歐 然後去切高C 對 等一下是都還有轉珠時間 所以不用太過於擔心齁 好 這邊我們把地歐技2補下去 好 然後這邊我就是說要符子全吃 所以這邊記得去把位置移掉齁 然後C數也要稍微注意 對面是27C 你要切的比平常多一點點 就大概這樣子齁 也不用太高 但是就是要比平常再高一點 好 然後那個符子就稍微注意一下齁 好 那轉完的時候呢 去把龍科打開 對 這邊也是要開龍科做一個傷害的補足齁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龍科就一樣全力去轉高分 好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 接著第八 好 第八的話我們開潘金蓮的技2 然後再開拿破崙技2加技1齁 然後就抓拿破崙就可以了 好 這邊三組十字 就直接交給拿破崙姐齁 好 那這邊就一樣交給拿破崙輸出 好 接著第九 好 第九我們就抓拿破崙偷三個回合 好 這個是第一回 好 第二回 好 然後第三回 好 第四回的話呢 就開潘金蓮的技2 然後我們開拿破崙技2加技1 等一下我們要把五種符石都轉成各1C 拿破崙技1的版面呢 水火木都是各5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轉成直行 然後接著那個 光暗都是各6顆齁 那 因為現在有一小啦 所以它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三顆三顆這樣子 黏在一起才能發動消除 好 只是說 我們把它擺成直行 就會比較好處理一點點齁 好 多的竹子 就把它用不一樣的方式 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就像我畫面上這樣子齁 光跟暗齁 是一個很醜的形狀 不過沒關係 他們只要可以消到就可以了齁 好 那這邊也是可以直接帶過去 好 接著就來到王1 好 王1呢 我們就抓角色珠 抓到那個 對面打到變0齁 只是說要稍微注意一下脹氣齁 好 第1下是miss 所以不影響 好 那第2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抓角色珠了 好 然後我們就等對面 打我們打到變成減傷百分之0齁 好 打一下就會減百分之20 所以大概是5回合 好 這邊要再兩次 好 再一次齁 好 那都就緒了之後呢 就是開潘金蓮的技2 然後開拿破崙技2加技1 然後就一樣抓拿破崙齁 好 好 那這邊就交給副隊拿破崙輸出 好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2血呢 我們可以補一個奇諾的技2 好 然後等一下一樣是第2 技2加技1齁 再做一次心理準備 好 那這邊等一下呢 我們那個 刀子放進去之後也是要抓第2角色珠 然後第2角色珠要再放進去他那個格子裡面去齁 就是那個有黃色邊框的格子 好 你看我的心刀剛好跟他的角色珠地形 放在同一個位置 非常的微妙齁 好 所以我這邊就是要做一點 轉珠 把那個 對應到的顏色放進去齁 好 最後要記得放進去的是他的格子齁 不要我們放錯齁 刀子的是自己的 然後有黃色邊框的是敵人的 我們要放敵人的 好 那這邊就也是交給帝友去做輸出 好 接著最... 我是不是破音了 最後一條血 我們就開奇諾的技2 好 然後拿破崙基2加技1 好 最後再開潘金蓮的技2齁 好 剛好錢花光光 好 戰力點歸零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抓拿破崙切高C 注意脹氣 現在全版都11消 上下有脹氣 然後我們把中間稍微切開就好 如果有掉暗珠你可以趕快使用黑科技齁 不然就是趕快血信罵官方 好 那這邊我們稍微切一下 對面29C 你只要切得差不多就可以放手了齁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是 林黛玉也是解一個三成就 過著一個夢魘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